58岁的陈先生吃饭时喉咙卡卡吞咽困难 症状时续一段时间 陈先生体重锐减6公斤 就医后发现祸首竟然是食道癌 食道癌是一个很可怕的疾病 等到你有症状通常都是晚期 陈先生的肿瘤有6公分大 属于晚期食道癌 医师追查病因发现 他烟酒 槟榔30年来不离生 食道癌的高危险群 包括抽烟 喝酒 嚼槟榔 体重过重 长期为食道逆流的民众 而特别喜欢吃烫口食物的人 也要特别注意 食物的温度超过65度的话 因为吃起来也会烫口的话 长期食用 其实对我们食道的黏毛会造成伤害 长期食道的伤害 也会增加食道癌发生的机会 食道癌患者除了吞咽困难和体重锐减 还可能伴随声音沙哑 长期咳嗽 胸口闷痛 肠胃道出血的后遗症 如果说我们要从症状上来发现 确实不容易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有心理有量的 想法 有那种警讯 发现身体有异状的时候 我们及时要去就医 预防重于治疗 医师说与其让自己成为高风险的癌症族群 不如尽早戒掉这些危害健康的习惯 才能在每次健健中全身而退 大爱新闻 昌泽人 药学姓林慧平 余建新 中部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